我就说什么呢 现在呢 村里呢特别强调 住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个建设看来是不是很理想 这个不理想的这个主要原因在哪 理不理想是谁说的 是你觉得不理想 还是家里就大人说了不理想 因为这方面你的知识储备 包括所有的东西 我感觉是真的是够 因为你常年在国外 你也不关注这方面的议题 我确实不关注 我就是少有研究 就是你们想的 你们说这么一件事吧 就是你们想的东西是啥呢 不不不不 不是你想的一样 听我说 全国这么多年来 比较出名的一件事 王汉做 习武仪舍科院被称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 最出名的一个王汉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2016年全国清真算化八省联邦 直接是上民宗委会议 上全国民宗委会议 不是 他和这个黄汉这个词的定义 你能不能说说 就给我们不懂的 都普及普及啥意思听不懂 黄汉这个词最早是周荣所说 周荣是谁呢 周荣是清末的一个 活到二十岁被称为大将军的一个民族英雄 哪个朝代的呀 清末的 清末的 然后呢 对 然后呢被 比获取病的大将军得的可能还早 也就活了二十岁 周荣的出名主要写了一本书 叫革命军 不是 他跟他跟他跟现在有啥关系 黄汉思想最早就出自周荣 我我所理解的啊 就是你们这个黄汉的 包括就是包括那天那个菜花 不是不是你 别给我扣帽子 你就是 你不用装了 你别装了 你别装了 对 我又被扣成 我就是没输出什么观点 我也没分别 你不用输出观点 你跟那逼逼半天 你妈啥你 你你你整那个就是出于泥而不染 身上不沾半滴水 你整他妈万花丛容过片夜不沾身那书 你他妈不感兴趣你能唠这磕吗 其实那个 感兴趣就他妈承认 你要不承认的话我骂你了 就跟就跟一什么呀 就跟一不是什么 不是我就问你 我就问你 你们你们认同的你们认同的概念是啥 概念是不是不应该有少数民族之一说 这个我怕说了对你的直播间不好 你妈我现在那我给你打个样 我给你打个样 你看见这个字母没有 看见 什么字母 这我一会儿这个字母看见没有 其实啊 你这个我之前 你你你你妈比你现实白内障啊 你你这个你这是攻击我是 我攻击我攻击你 我攻击你给你打个样 告诉你直播间可以 我告诉你直播间可以落到啥程度 我跟你说了 你啪啪啪啪跟你说出来什么意思 啪啪啪啪 立马给我堵住在转所有的议题 你就说吧 看看所有的事 我就说从汉往来的 二十多年了 不是你先主张那是啥 我让你上来说平书 你从盘古开天开始说得 你妈了个屁 你直接从盘古开天开始说得 那我不行我就开喷了 你逼测量里半天你没说出一二三了 是跟少数民族有关呀 跟啥有关呀 你妈逼我从庭盘古开天该听啊 盘古开天混沌初期 盘古低了大班府 一横跨直接屁 当时屁头大黑凤子 你像傻逼一世的你 你他妈从头说 你就直接先告诉你现在啥主张 五人这我跟这儿逼脸了 你还上来逼咱两句 你咋春晚邀请你上采访你了 你反对清真犯话 明白吗 你反对你妈了个逼反对 人家朝妈发的视频啥 哪个问题是讨论你这个逼玩意了 你说啥呢 天天上两天外网 觉得自己挺急不羊 你还得个外网 逢了多少时间 你那么得意外网 你咋不出去多好 你黄汗六汗 咋的稿不念完不行啊 咱俩落的话题都不一样 你这说啥呢 来来来给你斩生时间 开始就指你这个那帖子 我希望你骂娘骂一分钟 你周容六容 我听你讲评书呢 讲到你太老了 此时横空出世 你太老了 过花果山里面 花岗岩里面 蹦了个大猴子 你其实你太老四三头六臂 你太老跟你跟你妈 比大马猴子是满地跑 到时候咋妈生的你妈 跟这有鸡毛关系 你这就唠你输出无德了呗 我听你上来讲讲说了 你这啥逼谁的你啊 你这么说这么聊天 你直接说重点就完了 这个套那个的 我听你上来讲故事 你他妈的一时老师啊 你呜呜呜呜的 一现实没人都要听你说话 是不是 门口抬杆 谁往屋里面一进 你看今天上哪 一点点都没给你 你他妈门口抬杆 没人跟你说话呀 谁他妈要听你那个逼玩 直接说重点 哇哇跟着喊 你别我一说 你喊来 现在给你这solo时间 从头赛说得完 保持这个状态 掉一点怕 给你凑成打不得 听懂了没有 开始开始表演 我都这么跟你骂了 我有啥不敢说的 你想讨论哪个民族 开始 黑命贵 大老黑强奸你妈了 大老黑给你 那把路人给你干了 你老讨论黑人跟你麻痹 黑人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现实吃两口巧克力 你他妈还闹上黑命贵了 你知道黑人为啥 掏掏黑命贵吗 你知道人家 游走到尾的问题吗 你懂人家历史渊源吗 你闹上黑命贵 你明白你妈的老少子你啊 你一天到瓜上厂商 你给我装你夜宝吧 你啥的事不乐意 那不乐意的 你直接说国内啥问题 咱俩都闹到这话题了 都已经闹到这份了 你还他妈狗人 啊哭啊 我唠唠说 你喊你直接说贵问题就好了吧 黑命贵还有谁的命贵 开始说你的话题 嘖嘖嘖嘖的 说来 你不想聊聊 你聊聊中国留学生政策 啥政策 就是那些咱们不许有很多人反映 说这个海外留学生的超国民 很多什么人反映 你像那个 那叫什么 新东方的那叫什么 这个问题在我眼里看是这样的 首先呢 当社会当中的一部分人群 反映出一个话题的时候 我认为先要看这部分人群的特征 如果说有一天 上到公司CEO 下到马路边扫马路 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比如这个东西是个问题的话 我认为它确实会成为 民生个问题 首先如果集体 全中国所有的傻逼 全都站出来反映 比如说 我认为留学生给钱给高了 人家海外来的 比本地咋地的 闹这些科的 那就是傻逼集体 站在一起反映问题 毕竟是个非常少的少数 而且这些少数的特点 除了傻逼 没有任何共同点 就跟你们一样 现实脑瓜 直接做开炉手术 里面旁边都跟老西瓜皮死心的 中间就这么大点 是啥 中间这么大点 跟花生米一样 是你们的脑子 你们现实除了吃喝拉撒 狗逼不会 天天好喊 操这妈操那妈 现实大腿一皮 往那一会儿 啥也不会 吾吾喳喳喳 太长老军 急急如这 大起来 给我生个小孩 你像傻逼是的 你们能说出啥的 哥们 你知道为啥留学生给邮会好吗 咱俩回归正题 我给回归正题 你知道为啥留学生给邮会好吗 因为中国不是多移民国家 能不能听懂 前两天啊 南超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 我跟你唠天安门 我跟你唠他妈那个城门楼子 你给我唠他妈跨过仇子 你像傻逼似的 我跟你唠他妈天安门 你给我唠他妈南海 你像傻逼似的 你给我唠啥呢 给这儿 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那啥解决问题 你现在给我唠留学生 给的补助过高 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不是多移民国家 非多移民国家 如何打开世界大门 我问你这个话题 你有没有了解过 你哼哼的多尴尬 你给你妈宰立跪的 哼哼的直口酒鸭子 你不需要跟世界对鬼呢 就像你们这种傻逼 说出这种话题 非常的合理 因为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哥们 我告诉你 中国现在是第一世界 第一生产大国 第一生产大国 那你的东西 一定要外卖 往外面卖 明白吧 全世界人都要买 你如何走得出去 什么叫一带一路 那是你往处走 什么叫做留学政策 那是别人往进来 你不是多移民国家 为什么要求 来我问你为什么要求 国家为什么打开这个门 要求这帮人进来 你告诉我 你懂不懂 跟古事给你妈蒙大鼓里 帮帮一顿球 我给你妈装架子鼓里 我帮帮一顿球 我敲定ease my life 你要不懂 你一听别人说 这么懂你 上来你当主播呀 你让人骂的跟狗 现在是一句话接不上 我告诉你 东西你想往处走 叫一带一路 人想往里来的话 就叫啥 就叫招商因子 让人家往里进 你连身份都给不了 你能听懂啥呀 哥们啊 国内得先保全 像你这种傻逼 能吃上饭 明白吗 国内得先让你这种傻逼 能吃上饭 让你这种傻逼 能用上智能手机 说话 说不啥 不是我大多音我高看你了 不过确实有强度啊 是不是上强度了 上吧来 开始上 开始上 上强度开始 不是你不让我说呀 关键我说点有用的 你不让我说呀 你说那个逼完截止到今天有啥用 你唠他妈历史有啥用啊 南宁防空大学那些 你眼里都不算人了 不是你唠那个东西有啥用啊 哥们 你唠点正题 是是咱们解决不了啊 是傻逼 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什么 你别咱们是傻逼 哥们你家傻逼 你唠带我干啥呀 是我不带你 我是傻逼 但是傻逼 你确实是 你干成啥事了 全北京他妈的那些 写阿文的那些拉面店 我举报了不知道多少 全部都给我乖乖的整改 完了呢 有用吗 然后呢 确实有用啊 有用 不是哥们 你这个东西有用 只能从文化层面 包括北京本地而已 不代表你可以不尊重 少数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的遗留问题 我特别尊重少数民族 你特别尊重 你觉得客观存在的事件 不能当看不见 你这话其实说的一点毛病没有 比如说什么问题 是吧 比如说什么问题 比如说什么问题 因为你确实有空间 不管怎么骂我 你不用管我 你就当我是个路人 今天咱俩就正常输出观念就好了 别他妈滚刀 你管我干啥 人家耽误你啥的 你说我听听 你说那个 我在北京啊 我们这边有一个文会 国际学校 里边的国际学校 全部都是中国孩子 外国人 双向八成 我那普通孩子独木桥 这是不是有问题 有问题 咱们解决不了 有啥问题 北大清华人大随便上 这叫问题吗 这不叫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啊 首先 外国籍的 中国裔 如果回来上学 这就是要鼓励 这根本不是问题 问题出在你对根本的认知上 你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呢 他们就是上国外生的而已啊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说咱们怼的那个老怼的那些职人啊 核心思想是什么 核心思想 这些核心思想 都是逆向 打的又开始滚刀 我开始骂你了 你要不想好好唠 我开始骂你了 那你先我跟你说 咱俩磕手套 你这个节奏不对 你听我来带这个节奏啊 咱俩现在大主题上 咱俩先拉点共鸣 不是这个 因为什么你的直播间 你是请 我劝你 我对 你要跟你直播间 你开一波 我上你那带也行 行不行 要不然的话 你就别逼着 好像我是主播 我欺负你 让你是主播 咱俩得连麦PK也行 我就说这个 这个 我还是想跟你说些 那我来 你让我接说 行吗 你别嘶嘶哈哈的 好像你妈咬你酒了 好不好 来我来跟你说 从大人之上 咱们来说几个问题 咱们来套一下这个 这个话题 你看看到最后 咱俩 在一些基础上 能达成共鸣 其实再到分歧的时候 咱俩才好讨论 否则的话 根本不知道冲突点在哪 首先你在讨论 润人也好 很明显 很明显 我被扣了黄汉帽子 我不愿意 你被扣了 谁他妈在乎你 哥们 你戴他妈绿帽子 谁在乎你 谁能跟你发生 一句同情 你先别他妈着急戴帽子 你戴鸡毛帽子 你现在是没头发 对不对 咱俩先 咱俩先说有用的 咱俩现在大话题上 套点共鸣出来 你比如说 你在说这些 什么润人也好 啥也好 什么公平也好 包括这个 你刚才说的什么 中国人 在国外出生了以后 完了回来考学 对他们的分数低 我实际上告诉你 我明告诉你 这个社会上 连法律都是可以卡bug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你说 他确实有bug嫌疑 有 我都承认他有bug嫌疑 你分明就中国爹 中国妈 孩子生国外 算他们外国籍 回头 你在国内的国际语言学校长大 你清华考480分 你能进清华 你不公平的是在这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一点 外国籍的 回清华 你别老着急不呗 我不想打断 那你妈比我话没说完的时候 我最后 最后一次 我告诉你 给你逼脸 否则你要下国再打断 我没说完 你要再他妈给我打断 我说话 你就羞怪 我给你上来 给你连跌带妈一顿骂 好不好 咱俩有意说一意的 我说完了以后让你说 行不行 咱俩把一件事 一件事说明白了 中国的小孩 拿去外国省 他在中国境内长大 读国际学校 回头长大以后 考清华480分就能进 毕业了以后 跟本地考清华的东西 拿的学位一样吗 学历水平是一样的 成分是不一样的 就相当于啥 相当于北大青鸟 虽然说这么说 有点不客观 听不下去的 你这个大青吓得我有点听不懂 那个你给我聊聊黄汉 听不懂啊 我跟你唠嘴话题听不懂 我这个智商低 你不说了吗 我智商低 你智商低的话 唠黄汉你能听懂啊 我只不过就是怕你听不懂啊 那你看你直接 那你说你说那个 你说现在 你说现在 他带来的影响是啥 你别老等着套 你老都往前套人家 大名人干啥 你就说你呗 说你啥看法 操你妈 你可下油两本书了 就跟那个 水天面条神教一样 是一种反法 凡事真正做个事的 人从来没有自身黄汉 所以说呢 一些那口开的分子 不是黄汉到底是啥意思 黄汉是什么呢 也叫天汉 所以说我们民族的未来 是星辰大海 可以这么理解 黄是什么意思 不是 不是 等会儿 从后半句说 我们的民族未来 是星辰大海 这东西不好吗 是啊 是个好词啊 黄汉本来就是好词啊 然后呢 哪有问题 然后最早是什么呢 是在零几年 互联网上兴起的时候 那时候啊 黄汉刚开始兴起 那个时候 满电事都是变 最有影响力 最早的黄汉 就是王乐天呀 那些第一个穿汉服 在国内 不是 等会儿 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和穿汉服 有啥关系啊 抽那个 严重年的叫什么 黄海青 不是哥们 等会儿 我们的民族 我理解是不是中华民族啊 还是汉族啊 不是 中华民族 根本不是 是一个共同体 我们的国族建设 叫中华 你把它称呼什么 我不见得认同 但是我能理解你说的概念 我们是一群人 我们这一群人 来自不一样地方 南方人有北方人 讲着不一样地方的方言 有粤语有普通话 有着不一样的习俗 有算少数民族文化的 还有 还有这个汉族的 但是我们这一群人 都叫中国人 中国人叫中华民族 我说的这个民族文化 你这个拿去 忽悠忽悠忽悠 别人还行 那行 你有多高的认知 那哪 忽悠你自己信 我有啥不信的 啊 我有啥不信的 中国有多少群体 在国外有单独的一个租名 那不是 首先我这么跟你说 如果像你这种傻逼 你出去了以后 你到美国 你说我现实就跟纽约 第七那个下水道里面 我就当忍者身归 你回头 传了四个傻逼 其中有你三舅 有你爸 还有给你妈 女伴男装 你都他们船里面去 我觉得没啥意外的呀 很正常 驴马烂都乌合之众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你们家人能干出这事 哪有啥的呀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 所以你能代表谁呀 别是咸爹在妈的吧 但是我理解你说的意思 对吧 那你能代表谁呀 没必要正眼 瞧他们 对 不是 你能代表谁呀 哥们 咱们不能 你吃屎代表中国人 都能吃屎吗 你是傻逼 代表中国人 都是傻逼吗 哥们 你能代表谁呀 这是重点啊 哎呀 我举的例子不对吗 哥们 虽然话有点糙 确实有点糙 问康熙怎么 你康熙要 要什么反清复明啊 康熙要反清复明啊 哥们 我就算他妈没 我就算没读过历史 我他妈也看过路顶记啊 康熙要反清复明 你他妈给韦小宝 整一下问号啊 从2010年开始 中国的 不是帖子 你妈比韦小宝 打了一瓶问号 啥意思啊 他划在谁身上了吗 划在黄汉身上了 谁是 到底黄汉是啥 我到现在没听懂啊 黄汉是一种反访 意思要求是民族平等 那现在是平等 还是不平等啊 现在啊 那现在是逐渐变得平等 咱别管你说 这个逐渐是啥意思 那这反正是朝好方向去的嘛 越来越好呗 对呀 那你哪不满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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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哪不满意 我不满意 是这个进程的 2024年 现在这个时间段 还有根据血统 民族划分的不平呢 我告诉你 首先 比如说 少数民族高考 加分 你说这个东西 有什么好处 你告诉我 加分不加分 还只有加分吗 有单通道 对对 咱就别说 就是就真的 咱就说给点特殊观照 好处是啥 你看你老闹 那个不懂 黑命贵 六命贵的 我问你 纯黑和纵黑 有什么区别 你说那个 对 刚刚想起来 来我问问你 给特殊照顾 有什么坏处 你告诉我 特殊照顾 有什么坏处 啊 哦 有什么坏处 啊 哦 哪不好 你这问 你这不就是 投降主义吗 好特殊 那特殊照顾 有什么好处 啊 不跟那些 知人心思一样 好 特殊照顾 有什么好处 你说话 耳末 就直接封闭了 我问你 特殊照顾 有什么好处 那你说一个 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对我没有异点 你狗逼不懂 你就别逼一逼了 脏嘴 这个不懂 那个不懂 来听我给你举例 你现在是你们 整个小区啊 你们家楼下 居委户 一共42栋人啊 42栋 每栋里面 乘以7楼 你是其中里面 最垃圾 最傻逼的 你现实 搁你们小区里面 你就要饭 你存存就搁楼下 他妈是剪破烂的 我给你举例 把嘴闭上 嬉皮笑脸笑啥呢 你家现在是 搁这个小区里面 混得最差的 为啥差 因为别人家里面 搁兄弟 三四个 四五个 是啥的 沾点人多 老大上了学 毕了业以后 能给老二介绍工作 老二上了岗以后 能给他妹妹 什么介绍个好对象 人际关系大 圈子大 讲说的好处了 你爹亲生的 你爹不是你爹亲生的 你妈不是你老亲生的 你家咱点都 他妈非亲生缘故 你听我给你举例子 你家都是独生子女 你家人少 哥们儿 你上社会上以后 没人能帮吃你 没毛病吧 没有哥给你介绍工作 没有妹妹上班 给你送饭 你现实人少 你圈子少 我哥们儿 身为居委会 我给你点特殊照顾 铁子 以后你上班 每天我给你免两块钱 中午火 火是费钱 为啥 家里没那么多孩子 都值你呢 你压力也大 谁家都得要一套房 他没有套房 你这一套房 你自己供完 你能吃饭 你都吃不上 我给你一天两块钱 有啥毛病 你告诉我 我给你点特殊照顾 有啥毛病 我不跟你说 这些没用的了 现在呢 等会儿 他说没用的了 说这没用 说啥用 你告诉我有没有用 吃 吃 你别着急往下 你也先求你 把嘴给我 闭上 你先告诉我 我一天给你报两件 两块钱饭钱 有啥毛病 是不是坏事 哪儿不对 你不看有多少人呢 人家现实 独伤子女 没有那么多人 给点特殊照顾 能让他先天点压力 能让他这个社会 什么开支散业 能让他生上孩子 给点特殊照顾 有鸡毛毛病 有什么毛病啊 你告诉我 然后维稳 维稳费用超过军费了 为啥 维稳费用 你告诉我多少钱 服务于多少人 军费多少钱 服务于多少人 我们打不打蛋 我们给外面偷石油吗 我们上叙利亚 那去偷石油 我们上阿富汗 偷石油吗 你别敢我说话 说你嗶嗶 让你说话 你狗逼说不来 你说了半天了 也该你爹我说了吧 儿子接麦说 我发现你们有一什么毛病 就是说那个 那个明年有人说的时候 你们这就是 你们就是什么 应声总 知道什么应声总 当国家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 你们不说话 你们不敢冲塔 塔这么做的时候 你们就说对了 这就是这 我说这些东西 马上就变成对了 这就是唯一的区别 我告诉你 根源在什么 你们从理动上 就说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在 王振说 那管理可能不愿意听你说话 可能不愿意听你说话 我一听 我一听给他抬了 那管理可能 我一听不愿意听说什么的 感谢观看